他在台灣待的時間其實 從105年進來到現在 105年到去年年底的12月30日回越南 之間都在台灣 越南的這一位 目前比較清楚 就是說越南這邊是有回報 那有給我們他們的相關的個資 目前知道的是越南籍30幾歲的女性 那在台灣 我們目前正在針對 他在離台前在台灣的這個接觸與活動時 下午正在做疫調 那目前先匡列接觸者7人 那這7人我們會做這個 核酸檢測跟血清抗體的檢驗 已經採檢了一人的PCR是陰性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有關他的一些比較詳盡的接觸史 活動史 還有 檢驗的結果 大概這幾天才會陸續有結果 他的部分 是屬於 是移工的部分 他並不是在家庭裡面 比較屬於產業類的 至於說 他只有說是在機場 跟同機的越南人士交談 並沒有說 並沒有交代清楚 到底是在哪個機場 他在台灣待的時間 其實 從 105年進來到現在 105年到 去年年底的12月30日回越南 之間都在台灣 他好像明後 可能今天還是明天 可能還會他還會再採檢再確認一次 中文化 友好 小月 小月 就是 快點 幻联雜 吧 今都沒有